政府建議通訊事務管理局收回電訊營辦箱 三分之一3G的頻譜去拍賣 有電訊箱表明會令到現時數據下載速度下降近兩成 令消費者要接受下降的服務質素 有質疑政府處理2G和3G牌照的續期政策不同 批評政府漠視消費者的利益 有議員認為引入競爭能夠防止壟斷 但同時促請政府盡快找獨立的專家 研究收回頻譜對現時服務質素的影響 我想問一問政府 你們如果準備請獨立第三紀錄 請甚麼人 何時請呢 這3個月的情況之下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所有熟悉這些都跟右手邊那些團體很有關係 你如何確保這個顧問真是獨立 又不會傾向政府 又不會為大財團背後有利益關係 而偏頗有關的研究 政府有一個既定的程序 在他們入標的時候他們要講清楚 我說那些有興趣的人士 說明是沒有利益衝突的 我們都會用我們的專業知識去挑選顧問 通訊事務管理局有保證 會在今年10月之前 會公佈收回現行頻譜的技術可行性研究 又強調難以再有新頻譜的供應 頻譜供應是非常緊張的 頻譜其實就是那個大氣電波 就不可以無中生有的 地都可以製造出來 頻譜不能製造的 現在我們在香港大概手上 是有600兆克的頻譜 看得到將來是會非常緊張 三次頻譜拍賣關注組就憂慮 重新競投頻譜 會令電訊箱成本上升 恐怕會轉價給消費者 認為政府應該給電訊箱免費續牌 香港呼民電視記者梁浩然報導 好可憐